胡說八道 放XX的屁 佩服會主委馮世寬又震怒了 因為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國軍中潛藏許多共諜 有日本媒體報導 高達九成的退役 國軍軍官會去中國賣情報 甚至還說部隊當中 有太多的外省人當幹部 這樣的軍隊根本無法跟解放軍作戰 我昨天晚上都沒有睡好 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國軍將領 怎麼會連日本人都來侮辱我們呢 所以我回了一句很不好聽的話 表示我內心的憤恨 以及對我們國軍將領 這個信任的一種態度 馮世寬開炮展現真性情 國防部也不客氣 高調反擊日媒 相關的報導 憑空杜鑽 沒有經過查證 就以聳動標題 污衊國軍官兵氣節 分化部隊團結 日媒報導引發軒然大波 而國防部預告將修權動法 傳出黨政高層 因為沒事先溝通好 也要退一步暫緩修法 如果你已經知道 他可能會面臨的一些風險 那你還配合 那國防部就不算被黑鍋 他就必須承擔一些責任了 我們在二八連假的期間呢 並沒有收到有關修法的 這個預告的部分 國防部跟總統府也都澄清 還在蒐集意見 修法沒有時間表 只是選舉年拋出修權動法 時間點格外敏感 歡迎新聞 莊平達宋局李鼎強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轉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訂閱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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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